大家好,这里是穷奢纪鱼,一个你不开钱的频道 讲到大学教授,不少人脑海中可能浮现文质奔奔的画面 而教授们的身家虽然不错,但要和那些富豪相比则是差了一大截 要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不太容易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人同时也是被誉为史上最有钱的大学教授 薛瑞顿就不一样 他在2021年的现金,身价高达110亿美元 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269名 等于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前270人之一 薛瑞顿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他的金人财富与其学术成就脱不了干系 他最先是靠着德意门生创业赚到了低桶金 之后靠着精准的眼光成为了Google的天使投资人 虽然家财万贯,但他的生活就如一般学者般 也没有夸大的排场 现在70岁的他仍在为大学服务,持续的专业学术 也因为他的金钱观和许多富人不同 曾经被媒体列入吝啬一万富翁名单 几乎不怎么花钱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时尚最有钱的大学教授 薛瑞顿的故事 首先,我们先从薛瑞顿的背景开始说起 1951年,薛瑞顿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他的父母都是工程师 考量到薛瑞顿的家庭背景 或许大家会认为薛瑞顿走上计算机科学似乎很正常 但薛瑞顿一开始对于理工科系完全没有想法 而是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 在薛瑞顿五岁时,一家人搬往了爱德蒙顿 他和五个兄弟姐妹一样都在高地的公立学校就读 并没有太特殊的教育 薛瑞顿对于音乐相当有兴趣 他曾在书家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局 还到和尚团担任音乐制作 甚至上台表演 还会弹古典吉他 在毕业后,他申请了阿尔伯塔大学的音乐专业 可是并没有被录取 如今看起来,这个失败的经验 似乎也意外让薛瑞顿走上一万富翁之路 薛瑞顿回忆 数学专业才是当时他的第二志愿 在音乐专业被刷下来后 他只好进入阿尔伯塔大学就读数学 不过在此时期 他意外接触到了电脑 这随即让他坠入爱河 不久后就转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计算机科学 那一年是1973年 薛瑞顿22岁 薛瑞顿最终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获得了学士学位 尽管最初音乐生涯遭到挫折 但薛瑞顿在大学期间 仍持续地弹奏吉他 参加歌剧课程并参与音乐剧表演 薛瑞顿笑说 当时他的朋友还以为他是吉他手 毕业后他转到华铁卢大学 攻读硕士 华铁卢大学是加拿大最早成立的 计算机科学系学校 在该领域相当知名 薛瑞顿在该校 获得了硕士和哲学博士 由于当时计算机科学还不普及 还有许多领域没被研究 薛瑞顿因此决定 继续走学术研究路线 马上就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找到了助理教授的职学 一做就是三个年头 直到这段时间 薛瑞顿的人生 就如同全世界的学者班一样平凡 虽然有着稳定的薪水 但也不能说太宽裕 因为当时有关电脑的设备都不便宜 举例来说 在1981年 一张32KB的记忆卡就要价1万美元 但薛瑞顿在英属哥伦比亚的研究补助 只有25000美元 也因为这样 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 给出较为优渥的条件后 他马上就答应了 薛瑞顿回忆起当时那段时光 他说他感觉在加拿大快饿死了 而来到斯坦福大学 像是来到另外一个星球一样 薛瑞顿也在1981年 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加州的帕罗奥图居住 直到2021年现今 他仍住在该处 薛瑞顿1980年代 在斯坦福大学的期间 努力地在该领域生根 他被誉为互联网产品的首席设计师 简单来说 他做的研究就是让互联网更快 也更安全 在此期间 他教导了一名名为 贝托尔·斯海姆的优秀博士生 之后两人成为好友 这边要打个查 简单介绍一下贝托尔·斯海姆 来自德国的他相当优秀 适应得了美国政府的奖学金后 才会远路重洋 在大学毕业后 到美国念硕士 取得硕士学历后 他在攻读博士的过程中 努力地专注在个人项目和兴趣上 到了1982年 贝托尔·斯海姆决定不念博士了 和几个研究生同窗 创办了生洋电脑 生洋电脑主要产品为工作站 服务器等 1986年成功公开上市 业绩蒸蒸热上 贝托尔·斯海姆 1995年离开了生洋电脑 找人一起创办了 名为Granet Systems的新公司 而那个创业伙伴 就是他在斯坦福大学 认识的教授 雪尔顿 Granet Systems开发了 10亿未源以太网络产品 在成立14个月后 1996年被斯科以2.21美元收购 拥有10%股份的雪尔顿 直接赚进了2200万美元 这笔金额用雪尔顿的话来说 就是他工作的目的 已经不再是为了活下去 简单来说 就是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与此同时 Google共同创办人 布林和佩吉 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他们在1996年开始 在学校研究 有关网页搜寻的专案 而这份共同撰写的论文 后来演变成为演算法 PageRank 简单来说 就是更好的搜寻方式 虽然现在PageRank 不再是Google用来给网页进行排名的唯一演算法 但它是最早的 也是最著名的演算法 接着把时间转到1998年 布林和佩吉 想要把研究的内容应用在企业上 他们最初希望 把这个演算法 授权给当时的大型搜寻引擎来使用 但询问了 Excite和Yahoo都被拒绝 所以他们干脆想说 那就建立自己的搜寻引擎好了 但这个举动 需要很大的一笔钱 有趣的是 布林和佩吉都不是雪尔顿的学生 但他们都很清楚 雪尔顿在互联网上的成就 也很明白 雪尔顿因为卖出公司 有着雄厚的资金 因此 两人前去拜访雪尔顿 希望教授能提供建议 这也归因于 雪尔顿很常被创业学生询问意见 或请求投资 他也很乐意给出指导 在和布林和佩吉 简单交流过后 雪尔顿马上请来了贝尔托斯海姆 一起听两人的创业想法 布林和佩吉在户外说了十多分钟的创业出行 雪尔顿记得贝尔托斯海姆听完后 马上就去车上拿了支票簿来 当场开了四万美元的支票 当时Google八字都还没有一撇 布林和佩吉连个银行户口都没有 雪尔顿也在当场开出了十万美元支票 成为了Google的天使投资人 在Google创业出席 他陆续资助了近二十万美元 他还牵线两人给矽谷知名创投公司 KPCB创办人杜尔认识 后来KPCB与另外一家创投 红杉资本共同投资Google 终所皆知的 Google后来成功了 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网路巨头之一 由于雪尔瑞顿一直保持低调作风 目前仅知道在2012年时 他对Google的这笔投资获利 已经超过了十亿美元 雪尔瑞顿后来继续在创业领域发展 他和贝尔托斯海姆 在2001年创办的影片播放公司Kelia 该公司2004年被申养收购 以及在同年 两人共同创办的网路技术公司Ariston Networks Ariston Networks目前是一间上市公司 市值接近300亿美元 雪尔瑞顿虽然有卖股套现过 但他仍持有近10%的股份 在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 雪尔瑞顿以111亿美元的身家 名列榜单的第269名 他目前仍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住在他1981年买下 位于帕罗奥图的房子 到现在还是自己剪头发 茶包也会多泡几次才丢掉 穿着一身衬衫牛仔裤的休闲打扮 骑着脚踏持通勤 根本不是有钱人作风 也因此他曾被美国媒体 列入令社一万富翁名单 或许有人会认为 雪尔瑞顿只不过投资的比较早而已 但事实上并不是 雪尔瑞顿说 他看过许多失败的新船公司 而他投资Google时 Google不是全球第一家搜寻引擎 Arista也不是第一家 是GBE交换器厂商 他认为 投资不该有先驱者优势的迷失 许多第一个进入市场的人 往往也是第一个失败的人 先驱者其实是先输者 他认为创业的成功关键在于执行 取代了什么又完成了什么 雪尔瑞顿也有一套他自己的投资哲学 像是 不要投资不会增加真正价值的东西 也不要投资那些 没办法向妈妈解释的东西 也不要投资 一家只因为一个原因而创立的公司 至少要有三个原因 雪尔瑞顿认为自己相当幸运 他也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两件事 一是运气 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有幸解释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二是专注 他又自己专长领域 这让他能够专注于非常具体的问题上 可以为他投资的公司做出贡献 好了 这一集的熊涉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